來分析一下 最愛說謊成性星座盤盤 第五名 是我們的水瓶座 為什麼水瓶座說謊成性 因為這是跟他的天性聰明 是有關係的 因為他個性比較孤僻 當這個眾人 在說這個成就的時候 如果當中有水瓶座 水瓶座自然不能夠輸人家 所以說他愛誇大其詞 然後說他醉醒 所以說他這個說謊成性 是這樣來的 第四名 是金牛座 那金牛座為什麼說謊成性 照理講他這個個性這麼的低調 而且這麼的念舊 這麼的保守 怎麼會說謊呢 他應該是很誠實的面對自己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了 牛有分兩種 一種是忠實的牛 一種叫做到了晚上的變成狂牛 狂牛的時候他就天花亂墜 什麼話都講得出來 只要能夠達到目的 他什麼謊都講得出來 這次就遇到狂牛了 來 第三名 這是我們的雙魚座 雙魚座說謊成性 這是天性使然 因為雙魚座 他在腦海中間就有一套劇本 所以說他每一次他講話的同時 他不知不覺他會說謊 說謊他又不知不覺被人家拆穿 所以說這是容易說謊成性的星座 那我們來分析二名 是我們的天秤座 天秤座 因為天秤座 這個風向星座的人 尤其是天秤座 天秤座是講過就忘 講過就忘 這也會產生一個什麼後遺症 就是今天講的跟明天講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如果被這個金牛座 或者處女座 或者天蠍座 知道他今天講的這個事實 明天他要講一套的時候 當場就被抓包了 所以說天秤座的容易說謊成性 是因為他自己忘記 他自己講過什麼 第一名是雙子座 所以說風向星座全部上榜了 雙子座為什麼喜歡說謊 他也不是說故意的 只是說他愛標榜自己 多厲害 多厲害 然後他因為頭腦靈活 喜歡這個資源分配 所以說在他周遭的人 通通被他分配了一次 然後因為你要做這些事情 他可以用謊話來告訴你 你做這個罪行 你做這個罪行 所以說他懂得頭腦應用 資源分配 這也是說謊成性